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会为大家分析星期三晚深夜的两场赛事 头场的深夜升香港时间两点钟 车路士主场队狼队 第二场会是爱华顿主场队李斯特成 在分析之前,希望大家帮帮忙 如果喜欢这条片,又或者喜欢这条频道的话 可以按个赞 订阅我频道,或者分享出去 鼓励我继续经营这条频道 先说头场车路士对狼队,先看赔率 赔率方面,主客和赛事,车路士的主运是1.5倍 狼队的客运是5.4倍 这场球主客和的深水是和球有3.8倍 至于亚洲让球盘方面 车路士让半球一 低水1.72 虽然这场球我是偏向和球 但亚洲让球盘我是不推介的 我觉得狼队受让小的 车路士让得太少了 如果让得多,我会选择狼队 但是在刚刚换主税之下 我会简单点 码住和球3.85倍 先看双方近方 车路士新鲜滚热辣 刚刚新主帅杜曹上任 炒了林柏特 看回车路士今年主场的成绩 其实非常之好 跟10场主场 6勝3和1负 相反狼队 作客只是普通 跟10场 4勝1和5负 再看车路士近方 车路士近8场 只是赢4场 不过有两场是低组别的球队 比如鲁顿和摩金比 这些都是甲组留下的球会 所以说近方只是一般 输里斯特城 输曼城 输阿仙奴 打和阿士东维拉 如果以对英超强队近方来说 只可以说一般 虽然这次换了主帅 不过车路士一向的问题 就是头重脚轻 今季买了大量的中前场球员 反而后防方面 没什么大力的增兵 所以 形成到车路士 防守非常之不稳 所以这次主场 虽然有新主帅大阵 我觉得刚刚带车路士 未必够时间 调整到车路士对球的后防战的问题 所以这场球我觉得车路士赢不了 好 再看狼队近方 狼队近方只是一般 近八场赛事 只是赢过两场 其中一场是足总盃 赢队 低组别球队 可以说近方非常之差 不过狼队有个好处 狼队 虽然近方不好 但是狼队是 一队非常之有战术 和有系统的球队 加上加上葡萄牙化之后 他们的葡超球 葡国籍球员 打得非常之出色 而且狼队对车路士 是不害怕的 看看上个月的对赛往迹 车路士近三季队的对赛往迹 车路士两胜一和两虎 可以说相当均势 而且在上个月的12月16号 狼队主场 赢过车路士2比1 可以说 这次再对车路士虽然作客 但是对球员的信心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这场球 我觉得 我觉得狼队可以 守和到车路士 抢到1分 所以这场球 我会推荐主客和的 和球3.85倍 第2场要分析的赛事 是爱华顿主场对 李斯特成 这场球 主客和方面 我没什么深水推荐 至于亚洲让球盘方面 我会推荐 让球 爱华顿主胜 1.73盘 受养评判 先看双方近方 爱华顿主胜 爱华顿近方其实不差 近8场赛事 赢5场 输2场 和1场 爱华顿今季在安策落提大令之下 越来越好 而且仍是咬住在前列的位置 今季有机会突破自己的分数 可以创造历史 再打前一点 不过爱华顿唯一的不好处就是板凳的深度不够 只得几位主将 譬如 好似只有J-Lock 努卡利云 这些球员压阵 后备阵容方面 其实不太多 不过好处 主场一向成绩不差 今次主场对李斯特成 我觉得可以守和 甚至乎赢了 虽然李斯特成是非常勇 近8场 6勝2和 成绩是非常之好的 今季仍是咬住在前三名 有机会再一次挑战冠军 不过看回双方对赛的往迹 爱华顿 主场对李斯特成 爱华顿4勝1和3负 不过看近几次的走势 爱华顿近两次对赛 都赢了李斯特成 可能有点格吃格的味道 再加上两队球的打法都好似的 都是打稳守突击 控球在脚 所以 作客的李斯特成 要让爱华顿评判的话 我觉得 在级数上 大家差不多 实力有差不多的情况下 要让球 还要作客 所以我觉得 亚洲让球盘方面 爱华顿的盘是好处的 再一次重复 爱华顿主场对李斯特成 亚洲洋球本 我推介 是主胜 爱华顿赢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条片 又或者 给到灵感你的话 请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赞 鼓励我经营这条频道 祝大家今晚 波马亨通 我请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